由南大管理政府和体育会 连学基盘来拜扎 运动亚绩的活动 对于四月份开始 每日拜扎都会安排赞业的高点 来兵许多民族体验各行的运动 五月份开始有过关了一倍新的运动行动 在主办单位也要请大家 每日拜扎少许来管理体育党 只要体验四行运动过关 就会等来提到小离步了 像说气功是老伙的人的专利 饭球就是年轻人在派 来到拜扎运动27 五分年龄 大家都可以来体验和学习各行运动 那么管政府和体育会 特别从运动简单化 让民众可以轻松来了解 多管的体育行动 我们年轻这一辈都会觉得 这是老人在做的 可是今天做的时候就觉得 其实还蛮OK的 羽毛球代替棒球很安全 而且很有趣啊 没打过啊 就觉得这个活动很棒啊 每个礼拜然后都会有运动夜市 这样还不错 因为就是可以全家大小 全部一起来这边就是运动 然后在自己的身体状况这样子 然后像我 羽毛球非常的好玩 因为就是我之前踢足球的时候 已经是大学的时候 然后现在宿舍工作 比较少运动这样 然后有机会可以在这边体验啊 玩一些就是闯关的游戏啊 又可以了解这些状况 我觉得很棒 我们有规划一系列的体验 那包括网球包括足球包括气功 包括体势能等等活动 那我们也欢迎乡亲有空来参加我们 一运动夜市 那表示说我们每个民众都能够健健康康 养成规律运动 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全国收藏的拜扇 温农牙齿 每一个礼拜扇 晚上6点到8点 都会在体育中 拜四个大 并安排专业教练来制度 现状也有体势能减着 替民众八官体量总控 主办导委邀请大家 在任务院的拜扇都会继续来运动 去这里面是藏布图